笨点 李怡 大陆网页有文章提为 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几个笨点 作者处名龙家虎 不是盲点 盲点就只看不到 被忽视的点 也不是缺点 缺点就是难以改变有害的性格 笨点是注意到的 但是不愿意改 改不到的老毛病 文章有向掌权者劝奸 不要那么笨的意思 或者传着好意 但是劝奸意识 实源自中军的思想 第一个笨点是 政府喜欢压制民众的声音 舆论并不是全部都是负面声音 有时候也都可以帮助政府决策 或者是为决策中的正确主张 是提供民意支持的 政府决策在酝酿 讨论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 或者是压制了民众的声音 决策者就会凭自己 或者团队的主观做决策 很多时候产生失误 如果容许舆论有不同声音 民众声音放到决策者的桌面 决策者就会或者是根据民意修正决策 或者是获民意支持 而更加是理直气壮推行政策 我认为民众的声音或者是愚情 表达的不单只是意见 更加重要的是反映实情 压制民众声音 主要是想掩盖实情 不知或者是不顾实情的决策 肯定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 第二个笨点是 数千年不变地追求大一统 作者认为欧洲列强都强在小国寡民 国家要富强要走向现代化 首先就是要开发文字 培养独立思想和创造精神 国家越小人口越少 越容易统一意志 统一标准统一步骤 中国老百姓太软弱 太无知 太不祭事 什么民主 宪政 团结 一个爱都做不来 不会做 原因就是不单只受教育不够 更加是实践自主的机会太少 要达成新闻目的 绝不能够搞大一统 第三个笨点就是 统治者倾向于愚民 贫民和若民 作者就说 与其说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 不如说中国政府愚昧无知 缺乏现代国家意识 有什么国民就有什么政府 这句话在西方是对的 但中国绝对错了 中国是反过来的 有什么政府就有什么百姓 国民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组成因素 民强则国强 民富则国富 民弱则国弱 不过自从孙总理以来 国民政府 共产政府 无不采取是炸干民财 不让老百姓富有的贫民政策 结果是国富之仰贪官 民贫有法 贵劳 更加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 先负起来政策 等于被大多数人贫穷下去 愚昧下去 软弱下去 老百姓上网想知道 一些外国的人和事 是自我开发文字的途径 政府就在那里刮豪溝 捉高墙 严防死守 不知居心何在 作者最后就说 凡是尊重民意 珍惜民力 开发文字 紧守民财的政府 就是能够引得未来的好政府 反之就是坏政府 恶政党 流氓领袖 文章虽然属于好心劝谏 但是没有捉到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就是 凭打江山产生的政权 没有经过民主普选 根本没有民意授权 也不是主权在民的政权 这就注定要靠这三个笨点 去维护永久执政的地位